我和朋友 電影裡的高中男生 生活重心是純純的愛 但同樣是十七歲的日本男孩 他卻滿腦子都是這樣的東西 她是十七歲的山內揍人 稚嫩臉孔面對訪問 她口中的公司 可不是一般打工的地方 而是一間金融APP新創公司 同時年紀都是她的兩輩 執行帳則是她本人 說話不打狂語 畢竟十五歲就當上 CEO的山內揍人 從十歲開始寫程式 當年還受邀上台演說 我必須分享我的計劃功能 和孩子的知識 至今已經有七年的業界經驗 山內揍人開發的APP ONE主打消費者 可以拍下收據的照片 上傳到APP裡頭 虛擬錢包就能立刻拿到十塊日圓 這麼好康的事情 城市六月一開通 馬上吸引大批民眾下載使用 現在多少公司 現在是七十萬公司 七十萬公司 這連封號日本比爾蓋子的 絕江貴文也都嚇了一大跳 但山內揍人的APP 厲害的地方不止如此 APP還會把來自各方的收據照片 專賣給各家企業 以便了解消費者行為 廠商受惠 山內揍人的公司賺錢 APP使用者也很開心 資金先是全國的金融機閣 儘管因為使用流量太龐大 APP六月一度停擺 還曾經引起網友強烈不滿 但七月就重新上架 雖然拍下收據相關業務暫停 不過APP提供的服務卻多了幾項 包括拍下保險契約 或是把購買的東西拍下來 回饋金三十到四百日圓 創意源源不絕 全來自山內揍人的努力不懈 休息案工作融為一體 十七歲就能擁有不一般的思維方式 未來絕對更大有可為 三地新聞 陳泰報導